欢迎您收看《读书简报》 国家图书奖在奥斯卡影后 德鲁·巴里摩尔的脱口秀节目恢复播出后 取消了他作为主持人的职务 美联社 女演员德鲁·巴里摩尔最近在编剧罢工期间重返工作 导致他失去了国家图书奖的主持角色 美国编剧工会OGA已经罢工三个月了 巴里摩尔重返他的CBS脱口秀节目 该节目由三名OGA编剧制作 巴里摩尔还因在罢工期间越过抗议队伍而受到批评 然而将于11月15日举行的国家图书奖活动 仍将邀请奥普拉·温弗瑞担任嘉宾演讲人 塞雷纳·威廉姆斯希望在对手的兴奋剂裁决后 获得第24个大满贯冠军 澳洲ABC 塞雷纳·威廉姆斯建议 由于西蒙娜·哈勒普因违反兴奋剂规定被禁赛 他应该被授予第8个温网冠军 威廉姆斯在2019年温网决赛中输给了哈勒普 这是他在追逐玛格丽特·考特24个大满贯单打冠军记录时 输掉的4个大满贯决赛之一 哈勒普因在2022年美国公开赛上 被检测出使用背禁物质罗沙杜斯 他被禁赛4年 哈勒普坚称自己无辜 并计划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 WTA将继续监督此案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竞争对手曼格苏图 布特莱奇去世 享年95岁 华盛顿邮报 南非政治家曼格苏图 布特莱奇去世 享年95岁 布特莱奇是祖鲁祖领袖 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1970年代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决裂 并开创了独立的政治生涯 他最终与纳尔逊 曼德拉达成了意外的最后一分钟协议 参加了1994年南非的首次多种族选举 布特莱奇最初拒绝参与 然后改变主意并竞选总统 赢得了10.5%的选票 他后来在曼德拉的领导下 担任内政部长 并否认他的英卡萨自由党 在1980年代犯下的人权侵犯行为中的参与 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发出警报 为报 周二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 聚焦了美国日益增长的书籍禁令和审查现象 并凸显了该问题上的党派分歧 民主党人谴责审查 而共和党人和右翼活动人士 则推动将许多作品从学校和图书馆中撤下 声称这应该是家长的权利 许多背景书籍中最常见的主题 涉及种族主义 性别和性别认同等问题 保守派还争辩说 一些书籍 尤其是探索括身份和LGBTQ家主题的书籍 包含了对学生来说不适宜的性内容 PA的岛屿 步行活动并不完全如广告所述 但我确实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本文的作者回顾了他们 徒步环绕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岛屿步行之旅 全程704公里 他们在阅读了一本关于这次旅行的书后 受到了启发 但很快意识到实际的徒步旅行 与他们想象的大不相同 他们对具有挑战性的地形 缺乏便利设施和危险的公路毫无准备 然而 他们也经历了陌生人的善良和慷慨 这使得旅程变得有价值 尽管困难重重 但作者对这个岛屿及其人民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弗吉尼亚图书馆因资金问题 面临可能关闭 此前有人对儿童图书提出质疑 多伦多星报 一家追溯到18世纪的弗吉尼亚图书馆 可能因为一场关于向读者介绍同性恋 女同性恋和跨性别角色的 儿童图书争议而被关闭 沃伦县的塞纳尔斯公共图书馆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其大部分资金来自该县 该图书馆表示将在本月底 用尽运营资金 该县监视会在6月份投票决定 除非图书馆董事会修改其章程 以便让该县在其治理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否则将扣留其拨款的75% 书评 埃隆 马斯克揭示了这位科技大亨的真实面貌 但并不令人惊讶 美联社 沃尔特 埃萨克森 关于埃隆 马斯克的传记 揭示了这位SpaceX创始人和X 前身为Twitter所有者的细节 将他描绘成一个有远见但多变的人 他并没有天生具备同理心 埃萨克森探索了马斯克的背景 家庭和冒险精神 展示了他在设计电动汽车和火箭方面的成功 但在经营社交媒体平台方面并不成功 这本书揭示了马斯克家庭生活的以前未披露的细节 并深入探讨了他的成长经历 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 埃萨克森的传记突出了评估马斯克遗产及其周围争议的困难之处 卡尔·乌夫·克努斯加德回来了 带着八百叶令人费解的行儿上学 英国每日电讯 永恒的狼群是卡尔·乌夫·克努斯加德的小说《诚心的前传》 故事讲述了19岁的西福特 洛伊宁从海军服役回家后发现母亲健康状况不佳 西福特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但却难以有效地应对 小说还探讨了西福特的康复过程 他找到了女朋友 在殡仪馆找到了一份工作 并追踪他已故父亲在前苏联的秘密第二个家庭 故事还转移到现代俄罗斯 跟随西福特失散的亲戚阿列夫蒂娜参加他继父的80岁生日派对 评论指出 平凡事务中有更大的力量 克努斯加德应该专注于写关于无关紧要的大书 普利策官员扩大了艺术类别的资格范围 现在一些非美国公民也可以参加比赛了 美联社 普利策奖评委会已经修订了其资格规定 允许非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参与图书 戏剧和音乐类奖项的竞争 这些变化将从明年春季开始生效 评委会表示 这一举措是我们规则的适当更新 与约瑟夫 普利策设立这些奖项的目标相一致 利兹 特拉斯的疯狂计划拯救西方 拯救谁呢 他自己吗 英国独立报 英国知名政治家利兹 特拉斯宣布将于2024年4月 出版一本名为《拯救西方的十年的书籍》 文章的作者批评特拉斯 称他在任期间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不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文章暗示特拉斯已经成为一个笑话 并嘲笑他声称有拯救西方世界的计划 伊桑 霍克通过弗拉纳利 奥康纳的小说来讲述他的故事野猫 路透社 导演伊桑 霍克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首映了他的新电影野猫 该片探索了美国作家弗拉纳利 奥康纳的生活和世界观 该片借鉴了奥康纳的小说 讲述了他的故事 并捕捉了他以散文形式描绘人类状况的能力 奥康纳的个人信件因涉及种族偏见而受到批评 导致马里兰大学在2020年将他的名字从一个宿舍中移除 然而 该片并没有回避奥康纳对种族问题的个人观点 同时也探索了他的写作成就 以及他对读者面对不舒服情景的挑战 Olivia Rodrigo否认与Taylor Swift闹矛盾的传言 英国独立报 Olivia Rodrigo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 否认了与泰勒斯维夫特的争执传闻 Rodrigo谈到了围绕他的歌曲吸血鬼的猜测 有人认为这首歌是关于他与斯维夫特的争执传闻 Rodrigo表示他与任何人都没有矛盾 他喜欢独处 他还开玩笑说自己只看外星人阴谋论 不看推特上的阴谋论 Rodrigo之前曾表达过对斯维夫特的钦佩之情 两人也合作过音乐 今年夏天 更少的女孩达到了SATS阅读考试的预期标准 英国独立报 根据英国教育部的数据 关于小学二年级女孩和男孩在阅读方面的差距已经缩小 但今年的SATS考试中 达到预期阅读水平的女性小学生比去年少 数据还显示 贫困学生与同龄人之间的成绩差距越有缩小 但仍大于疫情前 总体而言 英格兰的六年级学生中有73%达到了阅读的预期水平 低于2022年的75% 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有90%的学生在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达到预期水平 从沃尔特、埃萨克森的传记《埃隆》、马斯克传中得出的四个要点 CNN 沃尔特、埃萨克森的新传记 揭示了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私人生活 这本书揭示了马斯克的成长背景和与父亲的关系 对他的动力和个性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斯克的父亲埃罗尔对他进行了情感虐待 这导致马斯克对风险具有很高的容忍度和对戏剧的渴望 这本传记还探讨了马斯克复杂的家庭生活 包括他与多个女性的关系 以及他对增加全球人口重要性的信念 此外 这本书还讨论了马斯克最近的争议 包括他支持仇恨言论 以及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公共卫生政策的批评 他还探讨了马斯克收购 Twitter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他在管理该平台方面遇到的困难 尽管存在这些争议 但这本书强调了马斯克对创新的持续关注 以及他对新工程项目的计划 包括一个人型机器人和一个人工智能公司 总的来说 这本传记全面地展示了马斯克的生活和视野 为读者提供了对这位身处头条新闻背后的人的新见解 地中海的毁灭性风暴 丹尼尔可能是未来风暴的先兆 路透社 上周袭击希腊中部和利比亚的丹尼尔风暴 导致希腊死亡15人 利比亚死亡2500人 这场风暴给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雨 而在利比亚 德尔纳镇被水淹没 沿海城镇四分之一被冲走 专家警告称 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地中海地区未来出现更强大的风暴 他们还警告说 这类风暴的影响在该地区将不均匀 最脆弱的国家将遭受最严重的损失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讲述了一对充满魅力的新邻居 他们有着邪恶的计划 英国每日电讯 维多利亚 老埃德巴洛的首部小说 所有小小的鸟心探索了母性与自闭症 特权与残疾之间的关系 小说的主人公是星期天 他患有自闭症 在湖区抚养他的女儿多利 故事发生转折点 当维塔和他的丈夫罗洛搬到隔壁时 维塔开始渗透星期天和多利的生活 这部小说探讨了特权 阶级以及他对弱势个体的影响的主题 所有小小的鸟心 入围了不客奖的初选名单 今年夏天 更少的女孩在SATS阅读考试中 达到了预期水平 英国独立报 根据英国教育部DFE的数据 与去年相比 英格兰的女性小学生中 达到预期阅读水平的人数减少了 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整体成绩差距缩小了 今年有76%的女孩达到了阅读标准 而2021年有80%的女孩达到了阅读标准 而男孩达到标准的比例保持不变 仍为70% 贫困学生和其他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也略有缩小 但仍大于疫情前的水平 传记作家承认暗示 SpaceX负责人阻止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说法是错误的 未报 埃隆 马斯克传的作者承认 在该书的在线摘录中 有一个有争议的细节事实上是错误的 沃尔特 埃萨克森最初写道 马斯克通过秘密告诉工程师 关闭克里米亚海岸附近的Starlink覆盖范围 从而阻止了乌克兰对俄罗斯海军基地的无人机袭击 马斯克对这个故事提出了异议 称相关地区的Starlink并未启用 公司也没有停用任何东西 埃萨克森随后澄清 乌克兰人认为覆盖范围已启用 但实际上并没有 马斯克之所以没有启用它 是因为他认为这将引发一场重大战争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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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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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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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